全网爆火的苍蓝爵大家都炫了吗?就是于书星和王鹤地主演的这一部,咱就说傻白甜女主家深情不自知的大魔王的CP,搁起来真的不要太上头了。 美女子家帅哥的双重化学反应,直接把微妙的反应拉满,周末加更的几集根本就不够我看的,特别是星星子饰演的小兰花,别看人设有点老套,Bud古灵精怪又软软糯糯的性格简直就是小兰花本花。 连她本人都没少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在剧组拍的片场blog。 有一说依系里西娃一样的可爱迷人,也难怪魔尊大人会行动,不过话说回来,拍出宣发新剧的原因,星星子原本就很喜欢跟粉丝分享自己的日常。 她的社交平台上除了一些片场日常,还专门看了一个叫真心推荐的tag,给粉丝分享自己用过或者大家一直在问她的同款好物。 说到于书欣,那可真是妥妥的豪门娇女。 当时那句戴资金组令人至今难忘,很多人对于书欣的印象应该是起始于《青春有你2》。 第一期开播,于书欣就因为浮夸的表情,一个哇哦上了热搜。 看着别人舞蹈,她也不禁手无阻挡。 在导演采访时,她羞瑟扭捏地说,冰青玉洁应该是形容我吧。 而在《青春有你2》的先导片里面,她见到评委更是有点把持不住自己了, 整场捏着嗓子说话,一席话说下来表情转变了好几万个,偶尔还跺跺脚, 让当时蔡徐坤不禁满脸问号,她是要离一部情景剧吗? 不得不说,在节目中,她的放飞自我,她的作天作地,让众人对她印象着实深刻。 一些网友认为她真实够搞笑,另一些网友则认为好过早,好吵,好假。 评论两极话明显,其实于书欣最开始进入娱乐圈,不是参加《青春有你2》开始的。 早在2015年,她就出演了《新编程浪子花落流年》《下一站是幸福》等电视剧, 而在《下一站是幸福》中,她饰演软萌可爱活泼的大二女学生,蔡敏敏为人熟知。 她本人也凭借该片,入围第三世界中国电视精英奖,观众喜欢的女演员名单,成为精英女神的候选人。 那么就有人问了,那咋好和演员不当跑来参加选秀呢? 很简单,追星,她一直是韩团Blackpink的忠实粉丝,得知Lisa要来当导师,于是她就风风火火地来了。 人家过来参加节目打peak,想借此为自己的事业锦上添花,她过来参加节目,仅仅是为导师Lisa打call,顺便露个脸。 而在之前,她参加一年级毕业季中,她更是一席大牌盛席出场,逢人就问自己想不想签送一。 上陈建兵老师的表演课,当得知自己落选女主之后,居然直接来了一句你们太没眼光了。 当时网友们都惊呆了,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丫头骗子,居然公然在大咖面前说没眼光。 不得不说,于书欣的一系列操作太过大胆,让网友们不禁十分好奇,到底这做今有什么背景? 实际上,于书欣这一生都是爽文女主,一出生就继承了四百亿家产。 于书欣的父亲是矿产公司老板,爷爷是钢铁集团总裁,闺蜜是护上首富刘嘉熙和曹一文,邻居是黄晓明和赵丽颖,就连眼高于顶的王思聪平时也是各种宠着她。 为了让于书欣开心,不惜豪至二十万带她去密室逃脱,大学上的是四十五万人民币一年的新加坡拉萨尔艺术学校。 在寸土寸金的上海,于书欣坐拥两套将近大平层,一拉开窗帘就能看到雄伟的东方明珠,家具全是爱马仕,别的明星借都借不到的礼服,她却有满满一房间,几十万亿平米的价格,普通人不吃不喝,一千七百年就能买得起这么一套。 同样是作为素人录制节目,于书欣开的是保时捷,身后还跟着三个保镖给她提行礼,还准备了一百零九套衣服,就是为了在节目中大放异彩。 而她在首秀时穿的华丽公主裙,更是全球只有两件的珍藏版,想要演偶像俱乐就带资镜组,从吴倩手中抢走我的奇妙男友二,正是有这样的底气,所以于书欣才有底气靠作精成名,如果是别人早就是喷退网了。 因为背景强大,所以根本不在乎别人的评价,而于书欣自己在年仅十五岁时,身价就高达四千万,等到了二十岁,名价就五家公司。 所以别人是竹梦演艺圈,而于书欣就是来体验生活的。 如今的于书欣靠着苍蓝爵再次火爆全网,靠的不仅是超甜的故事线,更有吊打杨子的演技。 早年还在背楼一销斥责矫情的于书欣是怎样一步步在演技上超过杨子的? 这一幕出自2006年某综艺,在这档节目中作为素人出身的于书欣,要与科班出身的学员共同争夺大戏公演的机会。 可于书欣却三天两头被倒批评,有时不服气还会与陈建兵吵上一架,可他在2022年夏天的演技却让所有人闭嘴。 于书欣饰演的小兰花,娇俏可爱,单纯善良,完全演出了一朵花该有的情绪。 面对大墙时甜美搞笑,面对东方青苍时又立马变成胆小鬼。 这个夏天最大的黑马飞苍蓝爵莫属,反观陈香如蟹不仅剧情老套,而且杨子的演技也备受争议。 前期傻白甜中期圣母星,好像演什么都逃脱不了紧密的身影,甚至有网友调侃到这部剧根本不用拍,直接把琉璃和香蜜重新剪辑一下就行。 而于书欣却迎在了符合角色演技有很大进步上,而这一切都是他用努力换来的。 虽然有强大的背景,可他还是会亲自去横天面试,哪怕只是一个丫鬟角色。 在拍摄下一战时幸福时也是日夜专研剧本,他也凭此剧全粉无数,就连一项严苛的陈建兵到最后也不得不佩服于书欣的敬业。 了解于书欣的人都知道他只是表面嗲嗲的,实际上却是个人美心善的小太阳。 在一年级中,王润泽的奶奶想要去看孙子,是于书欣掏钱,买得往返机票。 在《青春有你二》中,小到几万大到十几万的礼服也可以慷慨地借给队友,可就是这样的于书欣却被爆出是老赖之子。 2020年,于书欣的母亲被爆出限制高消费,未偿还两百多万欠款,一时间于书欣被推上风口浪尖。 即便工作室快速回应,称他们才是合同诈骗的受害者,但舆论早已不受控制,孰是孰非至今仍没有决断,但却并不影响清仓夫妇的爆火。 仅仅一个星期,王润泽就涨粉156万,于书欣涨粉100万,俨然有成为顶流的趋势。 虽然作为顶级父母家女,但差却像极了我们身边的闺蜜。 她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快乐和烦恼,会向粉丝安利一些好吃的,并且还从头吃到尾。 她也会为了美买那种奇奇趴趴的,受敛神气,搞怪的样子真的让人神俊不禁。 她一直以为自己是带给观众快乐的,看那些深层次的就不要看她。 众所周知,娱乐圈竞争压力大,无数流量明星都在疯狂给自己立高端大气的人设,但于书欣却选择一路坐到底,怎么开心怎么来。 不得不说,虽然她这样的作是有家庭之称,但的确从她身上,我们真的看到了当代年轻人少有的松弛感,元气满满并快乐着。 在人们早已对励志鸡汤有所免疫时,于书欣这样单纯的作,单纯的快乐仿佛更能直接影响着我们。 如今的于书欣一如过往的作力作气,一如以前般积极向上,从只有几分钟戏份的女配角到如今能独当一面的女主角,她作为演员的确一步一步都在认真地走。 她努力坚持的魄力不容小致,尽管很多人都会说她只是有资源而已,但要想想娱乐圈步伐有一手好牌也打得吸量的资源卡呀。 而如今苍蓝绝的低开风走,的确见证了于书欣脚踏实地演好戏的那一面。 未来很期待于书欣能在演艺路上突破自我,检索千面演技,解锁更多角色,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感觉。